加州野火频发 消防员们已开始借助于人工智能来帮助灭火 将具有学习能力的机器连接到由1036个摄像头组成的网络 以便更快地发现火灾 火灾发生时 早期控制火灾的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 以前通常都是消防员先接到市民拨打的911求救电话 然后出警灭火 然而加州林业和消防局自7月10日启动人工智能试点项目以来 利用人工智能预警火灾大大缩短了宝贵的早期响应时间 最近的一个例子展示了该平台的潜力 凌晨三点 偏远灌木重生的克利福兰国家森林公园发生火灾 由于人们正在熟睡 黑暗掩盖了浓烟 如果无人看管 小火可能会蔓延成熊熊大火 但加州消防局表示 人工智能向值班消防队发出警报 后者召集了大约60名消防员 45分钟内就扑灭了火 加州消防局希望这项技术能够成为美国其他州和其他国家的典范 近期加拿大和地中海地区发生的异常毁灭性的野火凸显了这一需求 加州消防局情报专家苏珊说 它百分之百适用于世界任何地方 特别是现在我们正在经历更大更频繁的火灾情况以及气候变化 该平台由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工程师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 利用了全州各个公共机构和电力公司安装的1036个摄像头 每个摄像头都能够根据命令旋转360度远程操作 对吧 天呈 三单 大 四 态